《頭羅溫大使》 一款2005年的遊戲 中文名叫《我可救藥》 這遊戲可就厲害了 在國外有著不少的觀眾 被廣大網友稱之為墨西哥地鐵 百科上介紹遊戲風景美不慎收 好叫我 光看這遊戲西方一樣的畫面 我也不帶信你這種鬼話 那麽今天花費不多 直接給大家解說這款遊戲 進入遊戲 故事一開始 就看到一名第一國際特工殺瘋了 他單槍匹馬勇闖天涯 乘著冷機身影浮誇 他正在突襲一個毒販的軍事基點 此次的任務是在調查毒販背後的神秘組織 他扔槍的動作 配合解傲不遜的嘴角 無不透露著主角的風采 可惜隨著劇情發展在執行任務的過程中 智障隊友和敵人原地平 導致被敵人包圍任務失敗 他們只能乘坐飛機逃跑 在飛機上主角瘋狂抱怨隊友 媽的有點腦子都不能和別人站著開槍吧 你們是豬嗎 是豬嗎 豬嗎 媽 然後他就被飛機上的神秘人給丟了下去 不至於吧 因為媽隊友就被扔了下去啊 這死的也太怨了 而且不是主角你耍什麼酷呢 搞得我怪尷尬的 畫面一轉 來到DEA總部 假主角死後還有個兒子 也是DEA局裡的特工 名字叫湯米 雖然鼻氣臉總的 但聽名字就知道一定是個很絕 總部這邊決定 讓湯姆繼承父業 代替他父親繼續去完成任務 呃 呃 你讓我怎麼去 此時的湯米坐在輪椅上 原因是湯米在兩周前 計劃潛入當地勢力最大的黑幫 金胖子幫 目的是查看神秘組織是否與金胖子勾結 於是他跟金胖子的一位朋友在小鎮裡打工 而加入幫派的條件 是要幫他消滅當地另一方幫派 好 任務開始之前 我們先探索一下整座小鎮 這裡到處都是雞 而且個個都身懷絕技 不僅讓我想起曾經天際省的雞 比如這隻 就是墨西哥烤雞 他是天際省教化雞的弟弟 而這隻就比較特殊了 他是一隻天際省的變種雞 我願稱之為左腳踩右腳之原地飛天雞 而這隻雞飛著飛著還能飛進地裡 看著他還是一隻正裝土雞 再次試一試這遊戲的殘局系統 可以說在大街上的物體 都能被汽車的撞擊所破壞 我最喜歡這遊戲裏面搞破壞了 馬路上手就是我 我靠 這是什麽超自然現象 墨西哥陳建部門是什麽工作效率啊 劇情裏 湯米最後殺到了幫派的老大面前 這個老大穿著不鬆快的褲子氣焰囂 抓著燙手的手雷扎了一個不夠滋人的馬步 被我們湯米直接一圈再斬 然後這顆手雷就慢慢地滾到了湯米的身邊 但是湯米表示這是小場面 不慌不瞞去 於是我們的湯米就這樣 坐上輪椅因此無法工作 不過好在湯米還有個弟弟 名叫拉米羅 拉是川西德拉 身手也不錯 在哥哥湯米的邀請下 弟弟也比較障眼 直接答應了哥哥的邀請 成為了名特工 主角千胡萬化使出來 此算正式登場 玩到這裏 遊戲居然開始有了GTA的感覺 這裏的居民開車很穩 但警察反應遲鈍 你看一輛汽車過來的來不及躲避 爬起來還在悠閒散步 突然意識到了什麽直接後撤翻滾 你這反射狐味面也太長了吧 而且這裏的居民最喜歡搞街頭雜技 時不時就在我面前蹦打一下 看我撩逼吧 看你大爺 當然還有一些素質低下的路人 直接當面碰瓷 這每個十幾萬 估計是起不來了吧 再看這位更有才了 跑個樓梯跑著跑得突然摔倒 為你這就過分了 還是碰我的瓷 幸好他把自己撞死了 所以不關我事了 城市裏的這些建築也是 迪馬的豆腐紮工程 路人飛騎一腳就把這個電話廳踢爆了 然而這位路人做夢也沒想到的是 自己會死在一個電話廳之上 城市裏的居民一個個性格賢明 光從表面眼睛看出來他們是什麽樣的人 看這位小伙 走起路來氣眼小長一看就是惹不起的大腦 這位大哥 你這個走的知識未免也有點太猥瑣了吧 而這個大哥更不得了了 拿著一根棒子在這裏揮舞空氣 打完空氣他還不滿足 拿著棒子去揮舞大海 直接被水淹沒當場包屁啊 還有這位小哥在我的車上玩起了理由打鐵 十分的藝術 回到正題 主角以哥哥的身份順利進入了金胖子幫 金胖子打算考驗一下他 前幾天我的競爭隊是和我打牌出老千 贏了我整整兩百塊 你去把他的性感解答給我帶回來就算你真是入邦了 好我黃某與嘟嘟不共戴天 更何況他還出老千 我直接獲叫一名幫手 墨西哥二巨頭之墨西哥王林 這名手下的榴彈炮就非常是猛 遇到敵人就直接讓他們爽飛上天 但是並不是所有的手下都是給你的 就比如這個墨西哥二巨頭之墨西哥摔跤手 專業打假賽叫他出來後 他就只會站在原地鬼家 你倒是打臉像人啊 說出去看好是吧 聽到我說他 他直接原地躺平打假賽 好傢伙老子花錢起個演員 除了叫幫手玩 主角還可以使用閃避 每次閃避主角就會進入青春版的渣瓦路洞 除了主角射出去的子彈 其他東西也能動 但不完全能動 利用西方一樣的子彈時間 我們輕鬆取得了性感小劫打 但是任務的難點是要把跑車開回去 並且還不能讓跑車損毀 這不簡單嗎 我十年老司機 拓還都得叫我一身主事耶 馬有屍體人有氏族 沒事 再來 卧槽 這小劫打血量時間是太低了 這車主平時上路怕不是得用拖車拉著走 但是沒辦法 要完成任務的嘛 我只能下車把前面的敵人一個個解決啦 千辛萬苦 人肉開刀 最後我終於把這輛跑車安全送達 這就是維吉爾的愛車嘛 我今天要出這口惡氣 你他媽的逗老子玩啦 不過好在 主角順利加入了幫派 並在這裏結識了女士機安吉爾 兩個人很聊的來 並約好一起去健身房爬山丘 因此成為了好朋友 這安吉爾可大有來頭 她是警方在金胖子身邊的臥底 於是準備幫助主角 第二天主角來了幫派 查舉到某地有秘密組織的基底 就潛弱的進去並匯報給了DEA總部 DEA立刻派了大連特攻出動 準備將幫派一網打擊 可不量這是金胖子的埋伏 他直接扔出一顆手呢 主角健康直接躲閃 這可比他哥聰明多了 可是這個特攻就跟個二嫩子一樣 原地發呆 然後被直接炸飛 好傢伙 竟DEA組織是不用考智商的嗎 像一顆稀飯一樣的手呢 那時炸出了轟炸機的效果 遍地開花 最後特攻死傷慘住 來到這一關 我們要獨自逃出生天 因為這些智障隊友可不會幫我們什麼 他們面對敵人不能說幫不上忙 只能說是毫無卵用 雖然主角雙拳籃第七八十手 但也得到了強化 有了不少技能 其實有些技能還是很好用的 金色左輪 報個頭老鐵 百分百瞄準敵人的頭部進行射擊 單體擊殺必備神技 死亡再放 主角凌空飛起 空中歪軸直轉360度 轎著跟殺豬一樣的同時螺旋開槍 一眨眼身邊的敵人就全部倒下了 裙屁是威力極強 最後主角逃了出來摔了個狗吃屎 此時安吉爾開車過來看到他的醜樣 將他帶走 不過天無決定之路 老劉安吉爾告訴主角一個不得了的消息 在金胖子家裏有和臥底同行的信件 我不知道為什麽21世紀的還玩寄信這一套 反正巨型就讓我們去金胖子家拿到信件 他讓我去我就去了 到了金胖子這他家居然就在角鬥場裏 平時睡覺也不怕車 而金胖子也在此等候多時 沒想到你這個叛徒還敢回來 兄弟們給我上 哼 金屎不同往日 我的裝備已經十分鮮儉 特別是我們還結束了一把重量級輸出武器 吉他加特林 一路無雙 自身無敵的同時火力還很強 打著金胖子摔了個狗吃屎 從他手裏拿到了鑰匙 並打開了他的保險箱 我也不理解這個稱之為保險箱的木板有什麽所自的必要 打開後卻發現裏面竟然安放了一顆炸彈 不會拆單的主角只能電話求助場外觀眾 托米 這裡有一坨炸彈 截紅線還是藍線 那你什麽的人啊 我來看一下啊 戀兵點降點到哪個我就藍色 你這麽這樣拆炸彈了嗎 那不然 紅色 好 我先離一回 不 這裡來了一個螺旋飛機棒棒頭 什麽搞不定運氣 你究竟炸彈幹什麽呀 趕緊拿起新建泡路啊 哦 確實啊 此刻炸彈眼看就要爆炸 危機關頭 金胖子家恰好有一輛摩托車啊 哎 就是這麽的恰好 最後主角乘坐摩托車從爆炸中逃了出來 隨後安吉爾對新建進行查看 發現金胖子與神秘人 也就是警局的臥底 有著皮歪叫眼 而且父親的死也與臥底有關 主角立刻將情報反映給了湯米 而湯米身邊的一個特工 卻露出了詭異的笑容 兩人想要調查父親的死因 只能前往父親死亡的案發點 此時我們又回到了遊戲一開始的場景 不同的是 我們的主角明顯就比他父親能倒 一套炫酷的華麗多閃加精準槍吧 隨便就能帶著它們 雖然主角身手比他腦子勝利還多了 但還是沒有調查出來什麽結果 便打飛機而逃 但神秘人那頭卻自爆了 迷人的微小偷工包圍了DA總部 終於葵禍首也終於浮出水面 原來真正的幕後黑手 竟然是父親的搭檔約翰遜 他就是一開始將主角父親扔下飛機的那個神秘人 只是始終沒有露面 這些年來他成立了一個神秘組織 一直與幫派和毒販做軍火貿易 賺了不少利潤 並一直在DA局裏當惡敵 危急時刻 湯米打開通話社會 讓主角聽到了這場對話 不裝了我探牌了 再裝下去我底庫都會被你們刮乾淨 於是我選擇先下手為強 另外你父親確實是我殺的 原因嗎 他作為我的搭檔實在是知道的太多了 說完便將領導和湯米一塊綁架 此時主角火速趕往DA總部 為了不耽誤時間 他選擇走了一條捷徑大橋 卻不料被敵方一名勢力發現 好在他是個人體描邊大師 並無大礙 來到總部 主角從正面殺入 並在一個房間內就像他的哥哥 大哥 你怎麼了大哥 安吉爾呢 你們做的一切我都聽到了 啊 是 是安吉爾主動的 你給我死 主角得知安吉爾被約翰遜綁架到了一輛火車上 便也乘坐了另一輛火車追了上去 最後一關正是在這輛破火車上面展開追擊 這裏的敵人那可真是老母雞蝦二蛋 源源不斷 根本就打不完 說到底這管理任務 不就是要我們追上約翰遜嗎 然而我已經追上他了 並拿起了專屬武器吉他架在裡 給他一通亂掃 結果他卡在上面 然後在我眼前玩起了消失 What? Bug嗎? 原來不是Bug 而是進入了劇情 約翰遜來到了火車頭 並把車廂分開想奪置逃跑 而此時第一A局出動飛機炸掉了前面的橋 但安吉爾還在火車上不能坐視不管 好在男主上輩子統合摩托車的老婆 這輩子注定以摩托車有人 約翰遜見主角做摩托車追了上來 也使出啥招 只見火車上出現一架自動火炮 我們最後要面對的敵人就是這架自動火炮 我們的攻擊對他來說簡直就是刮殺 而且還要我在規定的時間裏把他幹掉 其實這不算最難的 最難的就是這長期的地形 簡直就是終極折磨 因為這關的地形 摩托車還會卡一個奇怪的Bug 就直接倒立原地 已經導致我沒法上車 甚至連還原都還原不了 搞毛啊這事啊 不過好在我們又要接受到一箱新技能 蠻有衝撞 使用後主角將化身 勇敢的就不怕困難 只算無敵的同時還可以對火車造成貫穿性的傷害 看我來好你筆劃筆劃 啊這這他媽 好吧這根本就沒辦法比 我直接穿得過來 最終在我反覆的嘗試下 終於擊敗了這個自動火炮 在結局畫面中 主角從火車上救出彎吉爾 兩人從最後就開始搶對方的口水癡 並體驗了一把肺癢癢的感覺 而約翰學就只能隨著火車墜入深淵 這傻孩子還能當主持的領導 本來什麽事都沒有的肺癢之邦 限制好了 事情結束了 最後兩人乘車而去 過上了幸福的生活 誒等等 你們是不是忘了救領導呢 救命啊 精彩